就他了 來來來 你 沒有沒關係沒關係 表示我做的好嗎 對啊 你這很成功 其實銷售量是很好的 銷售量很好 對啊 銷售量很好只是 唱的不好 還命緣欸 你只要一直講而已 好啦 沒關係啦 本來當藝人就是要讓人家批評的嘛 如果譬如說今天萬一 剛剛開始有講到你的話 你還會進場嗎 沒關係啊 你這有點帶情趣喔 試試看嗎 好啦 如果講到我的話 我覺得我要檢討 如果被人家說唱得不好 當然會很難過啊 唱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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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沒什麼高手在場對不對 有欸 有幾個 好啦 我來唱那個存在好了 存在你們聽過沒有 5566你最喜歡的短題啊 存在 我真的存在著 我一直存在著 和你一起的照片 和你一起的照片 仍在我的手機上貼著 愛會永遠永遠 你說的 離開我的時候 卻沒捨不得 我真的存在著 我一直存在著 不管是風的氣的 我守著 我靜靜守握著 傻傻守著 守著 證明你值得 但我會 因為 手值得 太酷了 現場 現場唱給你們聽耶 好聽到表演的 好聽到表演的 好聽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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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剛剛老師在唱的時候 14歲這位妹妹一直 好好聽喔 好好聽 只是想要彌補剛剛講的話對不對 你現在會不會害怕 會有點害怕嗎 還好啦 還好嗎 老師沒有事啊 剛才扣十分現在加十五分 唉唷 有補回來就對了 不過現在呢 我們要上課之前 有一些同學呢 可能對老師有一些疑問 可以舉手發問嗎 可以啊可以 百無禁忌嗎 百無禁忌的表演 有沒有人想要舉手發問的 打牙我們班長 老師你有就是 製作過什麼樣的藝人 他就是有什麼 奇怪錄音師 我這樣覺得 受不了 其實怪癖大家很多啦 就是說 我見過最怪的就是 你最喜歡的556人 確認 老師 可以把眼鏡拿下來嗎 不然可以拿眼鏡下來嗎 也不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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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怪的就是 你最喜歡的5566 喔 仁甫 仁甫怪的 怎麼說 仁甫在唱歌的時候 他希望那種無拘無束的 自由的感覺 多自由 所以他會把褲子脫掉 喔 那裡面有個短褲啦 喔 就是太緊的褲子 他會脫掉的 你如果外面有穿的外褲的話 他會脫掉 裡面可能就是一個 三角內褲 四角的 三角內褲已經夠了 不然他脫下來釘字的 你會不會傻眼 釘字的 那可能會影響大家的工作情緒 比較不好 效果有沒有比較好 我覺得是差不多 那老師個人呢 我個人啦 我喜歡做著唱 做著唱 做著唱 很多人滿機會做著唱的 因為他會不自在 對 說以唱歌的角度來看 做著唱是 因為氣運行會比較不好嘛 對啊 可是因為就是我 比方說我常常是 時間比較趕 然後我可能一天要錄個 六手七手 一天錄六手 一天錄六手 所以我的做著 做著就趕快錄嘛 錄快一點 因為站得很累嘛 可以保持體力 那你知道唱歌是用身體的能量嘛 如果累的話 身體累的話 那聲音會慢慢就比較不好 保持體力 這做著唱是比較奇怪一點 還有問題嗎 志玲 周老師 可以把眼鏡拿下來嗎 蛤 眼鏡拿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要拿眼鏡下來 請問你是歌迷吧 對啊 這邊其實有一半是參達歌迷 應該沒有吧 還這麼小 你永遠可以拿眼鏡下來嗎 也不會啊 我覺得他拿下來可以吸引不同的年齡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看我的眼鏡已經看習慣了 我突然拿下來你們會不行 會覺得乖乖的 還滿可愛的啊對不對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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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還有一個專業問題想請教你 是 就是怎麼開嗓啊 是 通常就是早上剛起來幾個小時 也不要開嗓 會傷喉嚨 會什麼 剛開始的時候我個人覺得啦 會沙癢 而且會很痛對不對 因為呢這個 我們的聲帶是兩塊兩片肌肉嘛 可以拉長縮短拉長縮短 兩片 對 兩片 然後你拉長的時候就高 然後你要唱地的時候它就會放鬆 多短 所以就在這裡 兩片 然後呢你們在 比方說早上剛起來的時候 休息的等晚嘛 好像我們早上起來 你突然去跑步的話一定會受傷 所以早上起來就先做一點暖身操 如果一定要開嗓的話 最好是三四個小時之後再開始開 我大概是全台灣 有看過自己聲帶的製作人 怎麼看 就是我有一次 聲帶受傷嘛 然後呢他就去看病 然後醫生就拿一個那種 那個針孔攝影機 像一條線一樣 照會一進的那種 對 然後你要先 先打麻藥 不然聲帶那邊太痛了 插進去看聲帶 邊插進去的時候還叫我唱個歌來聽聽 老師 老師 那有沒有你 才可以看到那個聲帶的運動 那你唱哪一首 我唱哪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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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開嗓的時候就是 第一個就是先做暖身操 暖身就是要從脖子這邊開始暖 我們通常是要先做這個暖身運動 要把脖子肌肉放鬆嗎 因為我們一般唱歌的時候最容易緊的就是肩膀這一塊 這來回十五下 大家一起跟著做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隨便做一下 再私下做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驟就是兩隻手 就是要這樣打開 打到後面去很開很開 你是要去打球的 那就是把這邊的肌肉給 拉開放鬆 跟這個也有關嗎 因為唱歌的時候大部分人的習慣就是在脖子這一塊 他會很容易緊張 所以先把這邊放鬆 OK 放鬆的時候先從外而內嘛 就好像我們有的時候去 比方說要做一些暖身操什麼 要先把身體泡熱比較軟對不對 好 外面已經暖了之後呢 就開始裡面了 那裡面呢 剛開始可能就唱一些低的 比方說 先把那個共鳴找到 好 再加練嗎 對再加練 那家長抗議怎麼辦 這個好了之後呢 就要開始 比方說要唱高的啦 比方說 這樣 喔 一直高上去 中間漏了一個步驟 對不起 還有一個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鬧了 在唱歌的時候要唱的好哦 除了開場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的氣 匀不匀 顺不顺 那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通常一晚睡觉之后 那个肺都 肺泡脏得比较小嘛 一点一点 所以晚上要先把 要先把这个胸腔的肌肉肺打开 然后就是吸一大口气 然后很匀的把它吐掉 慢慢的吐 像这样子 这样它很匀 吐得越久越好 然后你吐了三口之后 你的气整个就匀了 气匀了 声带也开了 有了气了 有了音了 就可以开始唱歌了 就可以唱歌了 那我们要现场找妹妹 我们帮同学来示范一下 好啊 找不喜欢孙贤是他们的好了 有啊 很酷哦 自从自从 那你一定要来一下 老师点名 还有谁要来试试 慢慢来 口袋你也来 来 我们先从 简单的好了 先从吐气来好了啦 好不好 好 一起哦 然后看谁吐最久就冠军这样 谁的人要打屁股 好 吸大口一点 来哦 一备 气 来 吐 要匀哦 可以要匀哦 所以麦克风跟着你 你不要混哦 不要混哦 奇怪 你多吸一口 你影响我 我影响你 他不要一直弄很大声 我都听不到他们 你不要住下 你不要抢 不过他已经输了啦 他已经输了 你已经输了 他们两个已经 输了要蹲下 是 这样干嘛 军中了 没有啦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除了肚子啊 声带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行而外 就是脸嘛 脸部 因为最后是 透过嘴巴 来让那个共鸣 来让那个共鸣 看能不能 更清楚 更明白 比方说我们是 平常是要发这五个音 如果你是小小的 唱起来就没那么好 所以你要刚开始的时候 就这样 把脸部的肌肉放松 有 少当真的这样搞 真的真的这样搞 主要是嘴巴 要放到嘴巴 好 往前 往前一步站 来来来